一天到晚就是有辦法花盡他所有的時間跟生命 就是一直在拍那個比如說被亂砍的樹啦 或是莫名其妙死掉的樹 所以弄到大家 而且他還一直不斷的花錢去買廣告 然後就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他的粉絲團已經15萬了 那所以說大家都對他非常熟悉 可是其實呢我們都是很愛樹木的 那其實愛樹木的人或者是專家學者 各方面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在對待樹木 那我們其實就是 我們就是取名字嘛 然後取自己的名字叫做素羽人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素羽人的意想世界 你會不會知道 可以嗎 可以嗎 對 然後 其實我們一開始會 會是一群人嘛 那為什麼會碰頭 其實就是因為有一顆千年加工 然後我想說台中的人應該可能都不知道啦 其實連我媽六十幾歲還不知道 那我們是去年才知道 因為剛好他去年就遇到了一個危機啦 他其實是在中港路跟五泉路口 所以他其實是做BRT做公車都可以到得了 非常雙邊 他就在加東角站 對然後他就是隱藏在建築物旁邊 在那個屋子後面 所以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他 可是他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注意到他 是因為去年剛好旁邊 就是這個大樹旁邊要蓋一個大樓 就是粉紅色那個大樓 總共二十八層樓 那這個樹啊 它其實本身就是被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廟 就是加東工廟 就已經把它蓋得很近了 就是人類的建設是這樣 然後旁邊又是那個 當地又又蓋了一個活動中心在旁邊 然後廢棄土剛好提到 已經掩蓋了他二到三公尺深 然後這個新一發建案就是 二十八層高 就是去年本來要蓋的 那其實他這個大樓蓋下去 其實一般人從表面上看會覺得 我又沒有砍樹 我又沒有干擾到他 其實建商也是合法的 可是呢 他其實就是會擋到他早上的陽光 然後他為了蓋地下室也會鑽緊 然後把地下水抽乾 他才能夠蓋地下室 那這些東西就其實對 對一個生態來講是沒辦法負荷 而且他是非常重要 他其實是台灣非常重要的樹 不是只是說我們 他不是只是一棵樹而已 因為他如果這麼老 其實他已經累積了很多的生命經驗 甚至是經過了很多長代 但是我們無法想像 因為現在我們也才短短幾十歲而已 所以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一個生命的狀態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 都這麼重要的樹 就不要這樣子再對待他 那去年就是很剛好就是有那個 我們就是有辦了 一些人就是一起來搶救他說 有辦這個遊行 然後也有辦音樂會 而且是請當地的阿公阿嬤 主要是阿公來唱歌這樣 然後也有辦人寫生活動 就是用各種各式各樣的方法 能夠把人拉來 而且來樹下 然後去感覺一下 你平常忽略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們之所以這群人會聚集在一起 是因為那一天 後面那幅畫你們看得很清楚嗎 那幅畫其實畫的就是那棵樹 是一個醫師化的 它用超現實的方式畫 是非常非常壯觀 非常震撼的一幅畫 那我們就是因為辦了一次活動 然後很多志光 都防疫服的這些人 都是當時聚集的一些年輕人 那也因為這樣我們就覺得說 很難得大家因為樹的關係 會聚在一起那種 幾輩子可能都遇不到這麼一個緣分 所以就希望說大家可以繼續走下去 然後這也是最近的照片 人好像也不太一樣 後來也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這樣子來來去去的 可是其實基本班底都還在 那所以說其實我們都很很愛這棵樹 然後也因為愛樹的關係才會碰在一起 然後我們其實這個團體就是很複雜 就是因為雖然是一棵樹 可是一棵樹裡面 愛樹的人竟然有 第一個有很喜歡植物的 就是自己會去種一些小花小草 然後一直買新的東西 然後把自己家弄得很綠的那種 然後手工 就是有人喜歡玩手工照 然後有人是什麼外文系啦 日文系畢業的 然後有喜歡文實的 也有喜歡音樂的 就是沒有藝術的 所以在場應該蠻多設計的人才這樣 因為其實後來就發現說 藝術很重要啦 因為它可以讓 它是很直覺很感性的去接觸人 所以我們很需要這種能量 那我們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一點都不專業 因為我們也不懂樹 像我今天比較忙 就是因為我跑去上一個樹木修剪的課 然後也是跟一些廠商學習 那個樹的一些 怎麼修剪才是對的那種 對可是我們很愛樹 然後我們也很想要付出 很想要做些什麼 可是有時候就是 其實那個方法很重要 像我們看到很多抗議 那他們是選擇一個 最最後最尾端的 已經說要被砍了 或是已經被砍 才衝出來的那個階段 他也不得不抗議 那我們也是覺得說 這種方式真的很累 而且很傷 就是對自己對我們藝人都傷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一直想說 有沒有別的方式 可以來表達這樣子的一個理想 那我們這個團體也很妙 因為就是成分太複雜了 所以有很多很奇怪的點子 會跑出來 對然後這也是我們的優點 那我們其實樹語人的意思啊 就是我們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的人就是跟樹已經太疏離了 連我也是只要都市長大小孩 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希望說 藉由不管是藉由什麼方法 就是讓我們聽見樹在講什麼 這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可能連自己都不了解 連弟子都不了解 還要聽到樹的聲音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容易達到的一個境界 那當然就是希望藉由這種方式 讓人重新去了解樹 然後去了解為什麼我們那麼需要樹 它不是只是這裡一顆跟沒有趴 好像沒有叉的那樣 它是有一個很大的關係的 然後我們就是希望 就是這些這些理念呢 希望是還有自然又有人文 然後我們希望是說 也是一半透過辦一些活動 能夠把這些東西用比較柔性的方式傳遞出去 那所以也是 後來因為這些都是要經費的 什麼都要錢的 然後自己 我是剛好可以全身投入 那大部分的夥伴都是要工作 然後才有餘力才有辦法做這個 那其實就是一直都在花自己的錢 所以也是希望說能夠成立一個 一個比較正式的組織 然後用比較正常的方式去營運 能夠有一點收入然後打拼這樣子 那譬如說我們最近又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這是在我家附近 然後就是也是在古蹟旁邊的五棵老龍樹 然後這個剛剛看到那個大樓 它也是有點像剛剛那個例子 可是它蓋起來以後呢 它很妙 就是有一棵老龍樹是直接這樣長過去的 所以我們當時很害怕說 建商應該會把它給砍了 因為它這樣子一個樹冠跟一個傾斜的幅度 應該就是佔了它非常非常大的面積 那對一個建商來講 那是一個太大的犧牲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完了完了 沒想到它後來蓋起來 它在賣的時候竟然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覺得很漂亮 而且覺得怎麼會有這麼特別的建商 所以我們後來也覺得這個故事性非常的強 然後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所以後來就是有把它在這個樹 在這個樹下辦了音樂會 就希望把人一樣聚集在這個樹下 這是五棵老龍樹 都已經九十歲以上了 一個一百二十歲 那個最老人五百二十歲 然後也是辦音樂會 然後請那個選樂四重奏啊 演奏那個台灣的古典的歌 比如說修霸掌啊 那種那個以前的歌 然後再加上他們想要表演的 經典的古典曲目 反正就是用那種音樂比較感性的方式 讓人家去感受 然後再樹下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要到的一張圖 就是剛剛那個古典跟後面那個老樹 有人就是這樣把它畫下來 那我們就拿 我們就收集它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海報 就宣傳剛剛那個活動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那個基扇龍 剛剛那個古典原本就是它原本旁邊就是一個這麼漂亮的懷德堂 那這個懷德堂其實在重畫的時候就已經白白了 所以那基扇龍是最後最後一點點留下來的古典 那也是藉由這個方式在緬懷以前它的比較完整的樣子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就是也是有推動那個單車小旅行 就是帶著大家去去逛 千年加東就剛剛說的那棵大樹 然後也有帶大家到附近的那個孫力人故居啊 然後也有去演舞場那邊看那個生命之樹那個老榮樹 就是希望透過就是用一些小旅行 或是一些那個音樂會的方式來讓人家接近樹來看它 當然在這個時候就趕快把訊息吹口出去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其實就是希望說 我們不希望說也只是只是把好不容易留下來的人 東西一直推出去而已 希望是創造新的東西 它這個新的東西就是 這就是其實就是可能也很需要大家的地方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冰雪奇緣那個卡通 有嗎? 有齁 其實我自己看的很感動啦 然後我後來把這個冰雪奇緣結合到我這個樹的理想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不能說有一個魔法是能夠讓那個女孩子點一下 然後那棵樹就活起來了 或是點一下然後那個地方全部都變綠的這樣 就綠化 快速綠化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想像力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 台中市現在大家應該都不太滿意 就是為什麼它就是這樣 超醜的 或是坑坑洞洞的 大家去過國外都會覺得自己 台灣不好看 那其實就是大家 我們對於自己的城市的想像不夠強烈 而且我們也不覺得它應該成為什麼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因為那個卡通的刺激 我也是希望說用想像力的方式 然後自己去創自己在頭腦裡面創造一個未來的圖像 那這個未來的圖像 當然是加 因為我是很希望推廣樹 就是保留樹木 甚至是綠化的一些概念 所以就是把這些東西加進去 那未來也許就會扭轉這個 這個都市的未來的命運這樣 對然後在這個時候可能就也很需要大家的 是最新的回事 有其他東西 就在那個位置 我們很多錢 有很多錢 就看有什麼 的 有很多錢 可以 海外